我想问一下两位航天员 就是这个指令长他有经验 所以他给你们的第一个叮咛和嘱咐是什么 我们女士优先 对不对 我觉得我们指令长他有飞行经验 而且他也是非常细心的一个人 他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在我们训练的时候 每次他都会提醒我们把脚放在脚限制器里 模拟太空的示众环境 我觉得这个小细节他注意的都很周到 这么认真细致的人 还有什么工作完成的呢 我们大家仔细看一下 刘洋今天最后一个走进直播间 原因是他要化妆 我知道一般的时候刘洋是素颜的 曾经有人讨论过 要不要带化妆品上太空 俄罗斯跟美国的航天员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不知道您有带化妆品上太空吗 这次我们的设计工程人员非常的人性化 带了护肤品 是护肤品不是化妆品 我有个细节看到 就是您透过了黑帐回到了地球以后 见媒体的那一刹那 好像有一些淡装在脸上 这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 我也想借此跟大家解释一下 当时大家等待的时间可能比较长 急切地想看到我们的航天员都是安全出舱的 其实在里面因为空间非常的狭小 动腰和动辆出舱之后 我才能从座椅解脱出来 然后整衣服 还要做一些后续的收尾工作 我想见大家的心情和大家想见我的心情是一样急切的 所以说因为当时是夏天 我没有穿着压力服 内心激动 再加上气温也比较高 所以就显得好像抹了腮红一般